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往往被视为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 配入西方国家来扰乱香港 破坏一国两制 既然是一国被集系认为先于两制 贯彻一国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件事需要外国者来主理香港 反对派都不是外国者 不是外国者不单无资格从政 更无资格发表反对意见的权利 中共的策略是先清洗政治人物 整肃已经总辞的议员 离间泛民之中青壮派人物之心承言 再处理媒体 香港电台《壹传媒》先后被整 港台从此姓党 一些反对声音都留不到 私人的壹传媒更被彻底消灭 近日就轮到反对派的工会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教协被开刀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7月30日分别发表评论 指教协是毒瘤必须剷除 当然听教听话的港府 翌日就聚织宣布 教育局终止和教协的工作关系 并具体提出四笔政策 不会视教协为教师专业团体 不会就教育政策咨询教协 及处理教协专介个案 教协就回应 对局方决定的感动遗憾 以及自一日后会聚焦教育专业和建议工作 教协回应《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评论时 亦都称组织一职促进教育专业团体 维护教师权益 也关心国家民族的发展 和反对港独 并做出连番对政治化的动作 包括 退出职工盟 退出支联会 再公布成立中国文化工作组 并由前会长监视的张文刚任顾问 目标为推动教师正面认识中国史学情文化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真是挺爱国的 但根据教育局的批评 教协近年的言论 行征已经教育专业不符 更形容对方本质上 已经和政治团体一无意 发言人亦都批评 教育积极参议民阵和支联会 並鼓励推动教师罢课 将政治带入校园 教育未有发挥专业作用 对于社会动念事件中的学生 教师作教导的劝指 反而推波做 完全有违教育宗旨 以及牺牲学生的福祉 这些针对工会的批评令人惊讶 突然双重标准 众所周知 中共在香港的魁蕾工联会 一直以来都是举足兄弟的 亲中派政治团体 各层次议会都有相当多的席次 特色就是以工会的名义 从事政治活动 教协的错 其实就不在搞政治上 其实作为反对派 反对中共港府 也是一种原罪 罪不可赦 对于教协这些环固的反动分子 中共当然不会留守 《大公报》继续攻击 8月6日报导指 有遗图书方 今年4月公然出售 宣布图书 当中不少内容宣扬 所谓的抗争 教协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 终于一日前宣布解散 中共喉舌多人仍然不会领程 继续批判 继续批斗 意思就是 教协死有余辜 而且不排除继续清算到底 中共赤裸裸地香港搞政治斗争 以震涉人心的姿态下重手 目的是要全面接管香港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 之后 不知道如何如何进一步 收紧港人自由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